requesting online 我叫王振宗 我今年11月會滿29歲 我是基勇人 那我現在正在台北工作 那我現在工作的地方是我的母校 北一大的劇場設計系 那我利用了我的下班時間 還有週末的兩天時間 我自己有開了一家書店 那家書店是移動式的書店 你好 喜歡都可以看看喔 在學校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找時間出去旅遊 那旅遊的時候 我都會去不同地方的書店去逛 去認識那個地方 去看一下那個地方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其實之前很喜歡逛書店 那其實那一位朋友 就直接建議我說 那不然我們來開一家書店啊 看到日本有一個叫移動書店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 箱形車貨車 然後它專門跑東京的各大市集 或者是各大企業 他們有活動的時候他就會去 那我想 那我們也來弄一個移動書店好了 當然我們還沒有錢可以買車 那就 剛好我們有一個老舊的腳踏車 那我們就 那我們來做移動的書店 其實是腳踏車版本的 我老家在吉隆 那其實我們爸媽通常就買很多百科全書 或者很多故事書整套的 那其實在小時候一定是 我爸爸或媽媽唸故事給我跟妹妹聽 那在我比較大的時候 其實是我自己睡覺前都會挑一本書來看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習慣 尤其是我睡覺前閱讀 因為我好像會把自己沈澱下來 我透過閱讀的時候 我會再思考一下我今天做了哪些事情 2017年開始 其實在寶藏眼裡面是 我們就常在寶藏眼的各處 每個六日不同各處去擺 其實效果不錯 民眾會覺得在寶藏眼的藝術村的氛圍裡面 有閱讀這件事情 然後在不同的地點發生 寶藏眼很有趣 每個地點都可以是一個藝術角落 那也因為在寶藏眼那一年 那我們之後就開始有接觸到一些團隊單位 邀請去參加外面的市集 不同各縣市的活動 那長著長著就持續到現在2020 因為我們其實是做劇場的 所以這邊很多的家具啊 道具都是演出後收集回來的 拿來當書架 這些看到的書架都是做出來的 都不是真的書架 這邊是我們三層二手書店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 滿狹長的空間 那我們很多工作室的夥伴 沒有帶他分租 那我分租到最前面這塊空間 然後把它規劃成一間書店 那這間書店可以讓大家這邊開會 會討論辦活動 其實我上個禮拜去參加戲劇節 我會帶一些跟戲劇表演相關的書 一些劇本啊 或是介紹台灣的劇場環境的書 那如果去的地方有很多的小朋友 或者是兒童的話 我會帶比較多的故事書跟繪本 我們可能在成品書店裡面 你會看到一整面大牆很多書 但你可能不知道你會想要看什麼書 而且你也不會好好看每一本書 但是在腳踏車書店上面 我其實只有一個木箱 兩個木箱 最多可能就是五十本六十本書 你反而會好好看每一本書長什麼樣子 對你會因為它少 因為它特別它是選出來的 會覺得這樣的書店比較主動一點 跟民眾的直接接觸 我們在路邊就發生 而不是很被動的民眾開門進來這一家書店 所以腳踏車書店其實一開始 原本我也沒有限制它要去哪裡做書店 那也是後來不小心發生 發現就是其實書店可以做的事情好多好多 我們可以去參加市集 我們可以參加藝術集 我們可以參加甚至白州之夜 其實都是可以去參加的 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主動性比較強的移動書店 它可以帶我去我還沒去過的地方 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地方的人文還有文化 也讓那個地方的民眾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原來書店可以做那麼多事情 讓他們覺得閱讀這件事情 可以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一定的比例 然後來養成這個習慣 來讓更多人有產生思考 產生跟這個地方對話的可能性 對書店其實就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